大家在过年的时候都吃到车离子 其实车离子就是从自立过来的 在去年的12月份开始 南沙正式接线第一船的车离子 然后我们其实是用了不到三个小时 就从码头运送到江南水果市场 当天就摆在消费者的餐桌上面 另外还有一些车离子在南沙清关之后 立即就拖到华中和华北那边去了 另外刚才你提到的其他的水果 包括东南亚的各种各样的水果 包括我们现在在做的榴莲 还有山竹 山竹也在我们这里进口 但还有南非的橙子 还有地中海地区的柑橘 都有很多 其实大家在市面上买得到的进口水果 都能在我们这里进口 对于港口来说 其实我们承担的一个最主要的功能 就是尽可能地提供快捷 畅顺的物流的服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